赵本山在演艺区的地位是非凡的 也却带了一大批的徒弟 如我们熟知的宋小宝 刘小光等 当然还有三千一夜成名的小沈阳 这些徒弟现在有的飞黄腾达 也有的背信师们 如今的状况很不理想 在2009年春晚的时候 小沈阳凭借和赵本山一起演的小品不差钱 因为在里面的形象太过深刻 而且台词非常搞笑经典 小沈阳一夜成名 后小沈阳开始转身娱乐圈 慢慢的成为当红明星 可能是一夜成名让小沈阳有些膨胀 为了去更大的舞台发展 不受束缚 小沈阳正是向赵本山提出 要离开赵本山的公司自己去发展 赵本山当时劝告了小沈阳一句 你可以选择离开 但是你离开我们你什么都不是 最后小沈阳还是离开了赵本山 离开赵本山之后的小沈阳 确实可以自由地捡很多商演和广告 因为自己还有热度 愿意请她的媒体也非常多 以前很多人都是因为小沈阳 是赵本山身边的艺人才愿意请她 离开赵本山的时间已久 小沈阳的热度也开始下降 慢慢的小沈阳在圈中的名气 已经渐渐为零了 在现在的娱乐圈 都很少看到小沈阳了 从当后明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确实让人看了有些心疼